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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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山倒海 再造乾坤 我 怎麼樣 大胖子 你會怕 我哪會怕 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怎麼樣 看你嚇得 臉都糾結在一塊兒了 結果一點都不燙吧 不對 怎麼都不燙啊 我們也過去吧 蘇娜 這棋盤上面的字 怎麼跟平常的不一樣啊 大公主 這你知道的啊 烈火棋會變成什麼形狀 什麼模樣 是依照使用它的人的想法去變的 像我心裡想的都是象棋 它就會變成象棋的樣子 但是在宜山倒海的時候 我想的是山海川林峽谷道 它就變成現在的樣子啦 嗯 本公主知道啊 本公主當然知道啊 啊 可惜 如果男人也能跟烈火棋一樣 我想要什麼形 它就出現什麼形 這不知道有多好 我說隊長啊 你可以走了吧 好 我來了 聽蘇娜這麼說 剛好解除我心裡的疑問 這就是我先前不了解的地方 我們之前一直在懷疑 琴棋書畫劍中的琴 但是我一直有所質疑 因為琴棋書畫劍中的琴 是上古的神器 那個時候象棋尚未發明 所以琴棋書畫劍中的琴 怎麼可能會是烈火棋 你說得沒錯 但是 如果是以使用者的認知 來顯現它最熟悉的棋主 這樣就很清楚了 蘇娜他現在所想的 就是象棋 寶盒中的詩句說 烈火走兵街 正應驗了現今之詔 由這兩點來看 這個烈火棋應該就是 琴棋書畫劍中的琴 應該是 可以改變地形地貌 這在作戰的時候 是很寶貴的真品 我知道在補天的時候 它的功效會有多驚人 無論如何 我們也找到一樣 在接下來 我們就找找另外四項神器 嗯 你們看 笨疼就在那裡 我告訴你們喔 這隻笨疼很恐怖的 連我常常跟它接近 我也不敢多看 不管這隻笨疼有多麼兇猛 我一定要去 我該如何取得他的心臟 雖然是為了兩個國家 可是看到笨疼 要殺死他 還是覺得他很可憐 抱密屠夫 公主 為了兩國的和平 犧牲他也是不得已的 不過 你看他那麼恐怖 要是一個不小心 他等一下吃的就是我們了 你看他吃肉吃成這樣 滿嘴都是血 真的好恐怖喔 你看 你看 他看得到我 他眼睛一直在看我 呵呵呵 你別喊那麼大聲 你喊那麼大聲 他當然會看啊 你自己罵人 不會是罵得這麼大聲 唉 我來 瑜伽 接著 啊 公主 你這些劍 完全無法傷得了他 啊 這麼硬 好像鐵板一樣啊 嗯 這隻奔頭啊 真的是銅皮鐵骨啊 彼此神獸 顧不得什麼單打獨鬥了 我來幫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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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今天的奔腾怎么跟以前不一样 他以前都不会这样出来攻击人啊 他的弱点一定是眼镜 我们攻击眼镜 动物一定会特别小心保护他的眼镜 没那么容易攻击到 那就用剑射向他的眼镜 他的眼镜如果瞎了 一定会极力反抗 剑势会更加凶猛 为了他不了那么多了 你刚才说的他是谁啊 我有说吗 你有说吗 那你说他是谁 我 高兵师父怎么这么文章 他平常不是这么冲动的 你也无论 你也无论 脚里的眼镜交给我 平常打仗的时候 我一点都不怕 可是看到奔腾在吃人的时候 我就吓得全身发抖 现在腿都软得 站都站不起来了 站都站不起来了 我来帮你 好 站稳了 毕竟 他 有 有 我 了 苏丹队长 多谢你救了我一命 再怎么害怕 我也是个女人啊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你被杀 阿弥陀佛 为了救女王的命 只好牺牲你的性命 真的是万不得已的 人类 为了要得到食物和药材 难免会牺牲动你 真的很抱歉 我知道 你一定死得很不甘心 不过 今天发生这种事 这都是因果循环 希望你今天的牺牲 能够让你以后 跳脱轮回循环 我要再受苦 不对 这不是不甘心被杀死的眼神 这种眼神 我曾经看过 我看过好几次 是我爹被杀死的时候 是我义父被杀的时候 母亲 ان啊 我还要不甘心被杀死的眼神 我的洛阳哥 要离开我的时候 那是舍不得离开 亲人 至爱 这是不舍的眼神 你是不放心你的孩子 对不对 你是因为你的孩子 才会这样攻击我们的队吗 对不起 害你没办法看到你的孩子出生 我是个孤儿 却造成另一个孤儿 真的很抱歉 我了解你的感觉 我一定会负起责任 将他照顾长大 就像你在他身边一样 就像我义父 代替我爹照顾我一样 等他长大后 我会告诉他 你有多么的爱他 你为了他 多么拼命地照顾他 你安心地去吧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说啊 你一向啊 跟动物很有缘 朗娜 我看啊 你就将这颗带 带在身边 好好照顾它 嗯 我知道 问了他 请订阅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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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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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山沈默 助我捉灵 进入魔界 我要向全世界宣斩 所有对不起我的人都该死 弟子有事要禀告 进来 师父 什么事 弟子听到消息 说大公主她们已经回到皇城了 我知道了 你先出去吧 弟子告退 好啊 所有的人都来对付我 我要你们一个一个 为我过去所受的侮辱和痛苦付出代价 我来说 他就能帮我去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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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工作 你够坐在那儿休息 大姐 对不起 我真的是好累 你让我休息一下 我等一下马上磨好不好 你磨不动 我看你是在偷懒吧 看来 我不好好地教训你 你是不会听话的 我没有 大姐 我没有 小小姐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我打你 打到你听话为止 不要叫我大姐 想功背着我 偷偷把你取进门 我是绝对不会承认你的 别给我装死 今天这些如果不给我磨完 我就给你好看 我公哥朱灵 堂堂女儿国四大贵族之一 今天 我在大明国的是什么日子 小狗 你不是说过 你会好好的疼爱我 爱护我 为什么现在 你仍有大姐来欺负我 你既过这样的日子 我倒不如意死了之 让你去 Sans 떡 那当时 那当时 你们想要 我叫你 我的肚子怎么这么痛 难道我要生了 我拜托你 我拜托你 你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出生 要不然 娘要怎么照顾你才好 相公 相公 你在吗 相公 我肚子好痛 你帮我叫蝉婆好不好 相公 两个生活已经生不如死了 你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候出生 大金 大金 我拜托你把孩子还我好不好 你这个臭女人是没有资格有孩子的 还不快去工作 这孩子长得还蛮漂亮的 我就当做自己生的把他养大 大金 不行 我拜托你 你把孩子还我 我一定会好好工作 我拜托你 你把孩子还给我好不好 你走开了 你走开 拜托你 孩子是我的 我求你 大金 把孩子还给我 我求你 走开 我求你 你这个疯女人 你在做什么 大金 大金 我求你 我求你把孩子还给我 我求你 我求你 是idé 你 莫藏地 别过去 快回来 娘 那里面是什么 为什么你从来都不让我进去里面看看呢 那里面很脏 没什么好看的 走 爹 快 快把孩子抱走 为什么 不要问为什么 叫我的话做就对了 好了 你来这里做什么 拿着 拿着 快回东女国 不要说你认识我 你要我回去东女国 那我的女儿呢 不要管女儿了 你快走就是了 记住 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说你认识我 阿民 我不走 除非你把女儿还给我 我要我的女儿 快走 你要是再不走 我就杀了你 你快走 你要是再不走 就来不及了 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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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把女儿还给我 就要我回去东女国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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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有一天 我会要你付出代价 我一定要你千倍万倍 把该我的都还给我 阿民 你没有听到 阿民 阿民 全天下的男人都该死 对不起 对不起 师娘太生气了 娘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 要师父的血才能解除血咒 难道在冰山中 有师父的血 这怎么可能 难道在那群人里面 有人跟我同样的血缘 谭峰公主 谭峰 有可能会是我的女儿吗 这不可能啊 谭峰出生的时候 我根本还没有离开东宇国 算来 我也是亲眼看她出生的 我还曾经是送过贺礼 这绝对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事情真的是太奇怪了 我要去皇宫 调查一下真相 大祭司 大祭司有什么事 大公主在不在 回大祭司 大公主不在寝宫内 大公主不在寝宫内 那大公主她去什么地方了 大公主刚刚回来不久 就去佑将军府了 大公主去佑将军府 她去佑将军府做什么 这奴婢不知道 苏雅 既然你已经取得了奔腾的心 为什么不赶快回到宫里救女王 反而又来这里啊 虽然我们已经取得奔腾的心脏 但是还要做很多准备 才能做法救女王啊 原来是这样啊 苏娜 我们离开皇宫已经很久了 我实在不放心 在做法救母皇之前 绝对不能再出任何的差错 我看你还是回宫加强巡逻 维护宫内的安全 对 好了 大公主 苏雅 那我就先回宫去巡逻了 你准备好要赶快回来哦 我在那里等你 好好好 我准备好就马上进宫 救女王 那你要赶快回来哦 等你哦 我 等你啊 等你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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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不要笑了 好好好 老大我不笑 嗯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笑 你怎么越笑越高兴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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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你啊也不用神戏太久 现在你笑得这么得意 不要多久 我的遭遇就会落在你的身上了 不可能 那个烧饼现在是爱你爱的要死啊 再说了 老大我啊 没你那么好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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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兵师傅啊 不要再闹了 现在最重要的 要快点救醒大公主 哦哦哦哦哦对对对对对 哎呃有人哪太着急了啊 哎呃刘国师啊 我们已经取回班长的心脏了 是不是要开始救女王跟大公主了 嗯如果再不把谭峰公主救醒的话 我怕四皇子可要紧张死了 才没这回事 我一切也都听国师的安排 四皇子 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 我们随时可以救人 不过我担心的是 等救醒了女王跟大公主之后 我们该如何自圆其说 没错 大公主昏迷的这段时间里 柳双姑娘假冒她 做了这么多事 杀上千王还死了 而我们又杀了那只奔腾 发生了这么多事 我们要如何向大公主解释 四皇子 这一切就靠你了 靠我 四皇子 卢双姑娘说得对 一切就靠你了 国师 您的意思是 要我向大公主解释吗 没错 要是说这大公主啊 她是穷姨 或者是苏娜 那么 我们请刘国师 出她这张俊俏的脸 这样就行了 不过呢 刚刚好 大公主 她特别地欣赏老四你呀 所以呢 当然要有你出面了 高碧师傅 你别取笑我了 老大我呀 说笑归说笑 不过呀 我说的都是事实 我相信你自己心里面也很清楚 要是我们这几个说呢 大公主啊 她未必也会相信 不过 要是你说的话呀 这大公主一定会相信 嘿嘿嘿 四皇子 高碧师傅说得没错 一切都靠你了 那么 我到底 该怎么向她解释呢 四皇子 你不用担心 你相信我 等你见到大公主的时候 你就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你还记得在冰山的时候 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只要你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心 你就知道该怎么面对大公主 四皇子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救人了吗 嗯 卢双姑娘 请你站在这儿 我现在 要解除你们的障眼法 嗯 太极银法 身容还原 伤髓刑腹 积极如律令 去 嗯 嗯 嗯 还是做回自己比较自在 嗯 大公主 大公主 嘿嘿嘿 古兴 快见公主就醒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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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极剑法 阴阳相应 灵兽之心 魔毒之计 以灵去魔 还我亲民 积极如律令 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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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主 四王子 大公主马上就要醒来 我们先出去了 接下来就交给您了 我知道 走吧 Zither Harp 龙子也有火烤心 牌驾的出头天 谁敢勿托人口 黑嘴丹心心 公主 公主 你醒了 郁佳 我睡了多久了 你一直都陪在我的身边吗 为什么 我只是起个伸 我的头怎么就这么晕呢 公主 你不要紧张 可能是你身上的毒刚刚解的关系 郁佳 你在说什么啊 什么我身上的毒刚解 是谁中毒 是我吗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说啊 公主 你还记得 当时你是怎么昏迷的吗 我记得 我们刚从母皇的寝宫回来 没多久我就睡着了 这里是哪里 为什么我不在我的寝宫里呢 这里是穷夷将军的住所 其实公主 你不是睡着了 而是中毒昏迷不醒 中毒昏迷不醒 这究竟怎么回事 公主 你别借 你听御教 慢慢解释给你听 不知道老四啊 开始跟大公主说了没有 就算说了 也不知道大公主会不会信 就算她信了 她能原谅如创 擅自冒充她的这件事吗 这越说越让人烦恼啊 高冰师傅 我相信大公主一定会相信四皇子 最好是这样 否则我们要找到五样神器 不仅会少了助力 而且还会增加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我相信四皇子 女王和大公主中毒的事 很快就可以解决 所以我们现在要尽全力 寻找这五样神器 现在这五样神器中啊 我们已经找到这烈火旗 而且我们也知道 烈火旗一定要蓝台家族的人 才能使用 更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 这烈火旗竟然会这么厉害 那其他四样神器 不知道会长什么样子 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形式 我们得赶紧找出来才行 高冰师傅 单找到这五样神器还不够呢 要催动神器 必须要找到相应之人 像是烈火旗 它必须要由蓝台家族的人 才能催动 所以我们除了找到这五样神器之外 还要找到相应之人 说服它跟我们配合 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 我看啊 我们一定要向穹仪跟苏娜下功夫 免得到时候他们不肯相助 哎呀 这个 老娜我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 不论是苏娜还是穹仪 这样啊 我们刘国师出马 已能够马到成功 只是不知道到时候啊 该说是成功之时 还是成家之时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高明师傅 在这个时候啊 你也不忘 一定要消遣我一下就对了吗 哎呦 你知道老娜我爱说笑 你要是不让我说 我会得内伤的 哈哈 你不要忘了 这出家人哪 是不能够造口业的 你在说别人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说你自己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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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佛祖啊 弟子是有口无心啊 阿弥陀佛 公主 这就是你昏迷的这段期间 所发生的事情 狂仪 是你 太风对不起你 太风对不起你 公主 来 起来 公主 人死不能复生 你要节哀 你说我母皇 是中了大祭司的法术 受到控制 而我是中了 含有魔毒的香料 才会昏迷不醒 你说苏娇 代我审问黄仪 但是因为大祭司 他使法术操控黄仪 才会让他在公堂上自尽 公主 请你原谅我们 我们也是不得也 才会让苏娇代替你 这不是原不原谅你的问题 而是你的说法 我是不是应该相信呢 公主 你不相信我说的一切吗 不是 我相信你所说的一切 只是我很怀疑 这些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你会你温温 只是温无仅在人 龙子羊会透心 牌驾的出口天 世人无人处 黑出咱心心 公主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你一直提到苏阳这个人 苏阳 似乎是这场事件里 最关键的人物 如果他真的这么有办法 怎么可能沦为乞丐 还变为奴隶 这太不合情理了 豫将 你怎么解释 我能解释 好 你说 其实 我不叫沐浴将 你不叫沐浴将 那你叫什么 我姓朱 明帝 朱弟 朱弟 你是朱元璋第四个儿子 大明的统帅 没错 就是我 你胡说 你不是大明的统帅 一个统帅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 就被我军俘虏 因为我在军营 出兵 祭旗的时候 遭到了社稷陷害 在我的酒里下了名药 将我迷婚后 丢弃在女儿国的边境 后来 我才会变成奴隶的 陷害你的人 为什么要这么做 借刀杀人 想借你的手来杀我 幸好我遇见了你 才逃过一劫 如果你是朱弟 那么苏扬 我如果没猜错 他就是大明的国师 名动天下 号称 神机妙算的刘伯温 没错 苏扬 正是大明国师 神机妙算的刘伯温 在他身旁的大胖子 是后国法师 高碑师傅 苏娇 是苏扬的妹妹 笨名叫做何如双 是大明忠臣 骆政大人的女儿 你没有骗我 公主 我先前是骗了你 可是我现在说的 句句首诗 你们是大明的奸细 我先杀了你 再去杀刘伯温 咱们的爱 情相思走未到 理在 后面 沦在前 她 等等等等无人 她 万万万万严康 你开你 沦温 一世沦 沦从地冷 她 等待等无望 哈美夢變沙漫 唯好倫的紅色會來三邊坑 穿榜很難斷 已經尚海愛的人 一頂走八頂 會愛一頂 哈噸噸噸無人 哈漫漫漫變空 你開裏憲燜 只是完露從地冷 哈噸噸噸有夢 哈美夢變沙漫 唯好倫的紅色會來三邊坑 像榜很難斷 已經尚海愛的人 一頂走八頂的愛情